女子的声音越发哀晚,她以帝君之尊,清领帝国三千铁卫,三十六天罡将,八大仙门修士,为杀于我。 我向她苦苦哀求,她却始终不允,定要杀我。 哼,真是薄情寡义之辈! 众鬼一起赤马道,鬼物本就无情无义,此刻反倒为这女子的遭遇心疼起来。 倒也好笑,唯有唐杰依旧如故地问道,那然后呢? 然后,女子的眼中阴晕出一股雾气,她语气悠然道,我迫于无奈,只能与她动手。 那时,她已是天心化魂七大高手,又有众多修士,重兵相助。 那些士兵别看只是凡人,却个个修得好功夫,血气沸腾,组成冲天战役。 意念摇动下,灭杀修士,异若等闲。 如此众多抢手,我再不能敌。 索性天可连剑,我竟在那时突破了。 突破,众鬼一起惊呼,无心鬼王沉声道,进入了皇者境界。 若眼前这女子乃是明皇一级的人物,那的确不能以她的柔弱之姿态来试之了。 唯有唐杰微微皱眉,因为她很清楚临阵突破这种事有多难。 每一关的突破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。 冲击之前,需做种种准备,并最后步步推进,尤其是天心子府,仙台这类大关卡。 每次突破前的准备,都是以年为单位,消耗的资源都是天价。 正因此,别的关头临阵突破还有可能,像这种位置几乎就不存在临阵突破的可能。 唐杰之前能够临阵突破天心,那也是她完美之躯,在家早有准备的结果。 与其说是暴肿,不如说是早有预谋。 如今这女人竟然说她临阵突破晋升子府,这就好比唐杰当年以化魂修为圣子府一样不可思议。 但是奇迹从来不是唐杰的专利,既然唐杰可以创造奇迹,那凭什么别人就不行呢? 唐杰找不到那女子在此事上说谎的理由,一时竟也不好反驳,只得先默默地听着。 女子继续道:「是,我晋升子府后,修为大者,终于反败为圣。 那一战,我尽图樊云海三千铁位,诛杀三十六天罡战将,凶门八弦,被我一口气杀了六个。 唯有两人以身顿之,最后再生权了樊云海。 她跪下来苦苦向我求情,她说:「只要我肯放了她,便带我回京,立我为后。」 说到这儿,女子眼中再度浮现泪花。 我曾以为,我不会在意她的承诺了,但我错了,师父说得没错,我终是斩不断这缠身的情节,抛不去这红尘俗世,所以我同意了,跟了她回去。 女子娓娓道来。 回到宫中后,她果然如她所言,废了缘后,立我为后,从此与我双宿双飞。 我本以为,日子可以一直这样下去,却未曾想到,这狠毒的男人竟一直想着谋害我。 那一日,正值我生日之际,她贺令举国庆贺,并与我登台望月。 我以为她是为我好,却没想到,她竟早就不下埋伏。 这一次,她却是把背后支持她的仙门都叫来了。 两位子府敬的大宗师,更是在酒中下了毒。 说到悲愤处,女子声音已是极度坚力。 她四声道,她不惜一切代价要我死。 这喊声落在众鬼耳中,竟是一起心生战力。 感受到那来自发自内心深处的深刻怨毒与憎恨。 唯有唐杰叹息一声。 可她最终没有杀你,对吗? 她非但没有杀你,反而将你保护在此地,甚至死后都不肯离开。 谁要她保护? 女子已私声叫了起来,随即意识到什么又喊道,什么保护? 明明是镇压,镇压! 这该死的男人,我一片真情对她,她却那样对我? 你们说,她该不该死? 众鬼愕然,一时间皆不知如何接口。 大家都是来寻宝发财的,好吗? 谁管你们谁对谁错呀? 要不是看待这女人好歹是个子府的份儿上,只怕早就杀过去了,哪有兴致听她啰嗦? 偏偏这里还有鬼愿意陪她啰嗦,那就是唐杰。 唐杰已到。 保护也好,镇压也罢,都不过是一种说法,只是在不同人的眼中,不同角度的看法罢了。 你不信我? 那女子历生看向唐杰,连表情都变得有些猙獰起来。 显然在这件事上,她极度看重,绝不允许有什么其他意见,却是连奴家都不自称的。 奈何唐杰是个不知死还真不知她在这一套? 依旧道。 说不上信不信的,只是很小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个道理,就是听话切莫只听一方言辞。 总需双方对质,方见真相。 所以,虽然你言之凿凿,声色俱利,听起来好像是你正确的,她奈何我却不会听你的一面之词。 那女子听了阴沉着脸道,你的意思是我在撒谎了? 唐杰笑道,那也未必是撒谎,我不是说了吗? 有些事情换个角度看,也许会不一样。 女子便道,那你说说,怎么个不一样法? 唐杰正要回答,突然想起什么道,哦,对了,还未知前辈方明。 那女子犹豫了一下,这才道,你可以叫我,飞燕? 嗯,飞燕。 唐杰咀嚼了一下这个名字,点点头道,好,既然飞燕前辈有寻,在下就答一次,说说自己的看法,有说的不对的还请指证。 讲,女子道。 唐杰便指着这壁上的壁画道,在说前辈所说之事之前,我想先解释一下这墙壁上的话,大家已经看过了,但我唐,啊,我摩罗志还是要不厌其烦的再解释一下。 从这话上的内容看,这其实就是飞燕前辈进入仙门前的一段经历,那个时候的樊前辈不过是一个小小农夫,后来因征兵之故才得以军队。 并有其缘,获得了修炼的机会,我说的没错吧? 飞燕眼观鼻鼻关心,话就在那里,大家看得明白。 正是,唐杰笑道,在那之后,飞燕前辈去寻夫,才有了画上的一番遭遇。 只可惜,美好的日子总是不长久,却终究被人破坏。 可恨的是,那樊云海死里逃生,不思复仇,反而任贼作妇,要与那仇人之女成心,白辜负了你一番心意。 然后就是前辈刚才所说的,而画上没讲的那些故事,我说的可是对也不对。 叫飞燕的女子皱着眉头,你这人说话好不利爽。 这些都已经明摆着的事儿了,为何还要如此反复强调? 我只问你,是也不是? 唐杰问道,飞燕却把头转过去,哼了一声,竟不理她。 唐杰微笑道,明白了,其实前辈是不太能撒谎的吧? 这话一出,飞燕整个人身体猛的一阵,不敢置信的看向唐杰。 唐杰一微笑道,不用奇怪,从你先前几句话就能睡斗众鬼来识啊,我就已经赶到,你的话语中应当是孕育了某种道法的力量。 哦,就类似于真理,道,言出法随的效果吧。 却还是有所差异,不适合用来作战,却可以凭借语言的力量让人信服,听从,当然了,还不是太强,所以有所限制。 比如这语言本身,不能说谎话,似乎于平时最好也没有撒谎。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费尽心机搞出这些壁画的原因吧。 飞燕的脸色已是沉了下来。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 唐杰微笑道,你这回答我就更确信自己没猜错了。 呃,不是,你这猜什么呢? 重鬼不解。 唐杰指了指墙上的壁画,你们都被他给误导了。 呃,难道说这上面的壁画都是假的? 摩罗生问道。 不,恰恰相反,每幅壁画的内容都是真的。 唐杰回道。 只不过,读法有些问题。 诶,读法有些问题。 重鬼愕然,一起看向唐杰,不解他话中之意。 对,我们不妨尝试一下倒着读。 唐杰道,诸位可以先从最后的看起。 重鬼随着他所守指方向看去,落在最后部分的壁画上, 耳边却传来唐杰,会声会色的说话。 第十八幅。 虽然这幅画上,一个女人站在一群尸体中,看起来像是杀死了无数人的样子。 但如果仔细看图的话,就会发现,其实这图中所有的人都是动恶而死。 你们看,他们死得多么凄凉,憔悴,一个个兽骨临巡,衣衫蓝绿。 这样的人,其实怎么看都不像是官宦之家,倒更像是荒野难民呢。 至于这女子嘛,也许也不过是难民中的一个吧,却因种种手法而看起来脱沉于难民之中。 她面向苍天,也许不是悲愤呐喊,更可能是在绝望的呼唤。 第十七复,某国境内,一对新人正在举办婚礼,约定双方要相亲相爱,厮守终身。 第十六复,毛毛荒野上,那名年轻的姑娘正在饥寒交迫中行走。 她又累又饿,体力渐渐不支,最终支持不住倒在地上。 幸运的是,一名仙人途经此地,将她救起,并带回山中,传授法意。 不过,注意啊,虽然按照道读续法,这幅图是在上一幅图之后发生的, 却不代表这幅图发生的时间就一定比上一幅晚。 恰恰相反,这件事可能比上一幅图要早发生好几百年, 但因为是壁画的缘故,不可能讲得那么仔细。 第十五复,在经历仙人教导后,这女子的修为不断提升, 到底不愧是天才,很快就突破到了零时期,距离天心恐怕也只有一步之遥了。 可惜的是,就差这一步,她始终无法成功突破,只能无语问苍天,内心悲愤。 不用奇怪我是怎么看出来的,没看到这画上连个灵魂都没有吗? 所以那时的她最多也就是开始期。 修者在修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进入民间,经历红尘磨难, 人间冷暖,感悟人生,领悟大道,这也是常有的事。 所以这位姑娘最终决定要下山历练一番,以提升自己。 唐杰的手指落在第十四幅画上。 到底是年轻啊,经验浅的缘故,下山没多久就碰到了大麻烦,这不,碰到了一只可怕的妖兽,一番苦战眼看不知。 就在这时,却突然杀出来一名白袍将军帮自己。 当然了,也有可能是反过来,是那白袍将军遇到妖兽,他发现了,便出手相救。 仔细想想,还是后者可能更大呢? 他说着,回头看了一眼坐上女子,只见那女子面色阴沉,却不言语。 嗯,有意思有意思,竟然还能这么读啊。 其他鬼王也终于看出端倪,由于是壁画,其实许多东西都需要大家自己脑补。 当唐杰告诉大家从后往前看也行时,许多事情立刻变得不再一样。 那毅历山巅思念的不是王夫,而是思索前进之路,共同奋战也不代表是夫妻,更有可能是偶遇的陌生人。 嗯,继续。 无心鬼王已经来了兴致,唐杰便指向夏季孵化。 那场战斗之后呢,白袍将军辫子离去,那女子便继续自己原先的道路,行侠仗义,除害安良。 当然了,既然要杀贪官,除恶霸,免不得会招惹一些大人物。 这不,没过多久,他就得罪了一位大官。 可能是杀了这位大官的某个爱宠,也可能是杀了他为非作歹的私生子。 啊,总之呢,这大官亲自下令,追捕私女。 他修为虽然不错,却终究不可能与国家相抗。 再者说,那大官手眼通天,手下能人无数,就算是仙门修者,也可以请来一些。 结果就是连番苦战之下,那姑娘最终不知败逃。 手指落在第五幅画上,唐杰道。 在一处断崖上,这位姑娘与那位君王派来的士兵交战。 那一战,姑娘最终杀死了追兵,自己也重伤不支。 但就在那时,那位将军却放弃了杀他,反而将他救起来了。 哼,很有趣吧? 当我们正着看这幅画时,会感到这是夫妻二人在遭遇追杀。 但其实呢,是这位将军在领兵对付他。 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啊? 因为你看那些死去士兵的盔甲,和这位白袍将军分明是同一知识。 这就意味着那是他的嫡系不对啊。 只不过这画上故意画了将军顽起女子,又画了他对他士兵大吼, 才以为是他们夫妻并肩作战。 其实他真正吼叫的内容,也许是心疼他死去的战友吧。 但是不管怎么样,他最终还是没杀那姑娘,也许是想起他们曾经并肩战妖兽的情景, 也可能是打出了感情,又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,这我就不知道了。 反正接下来的事就是,他指向了第八幅壁画。 壁画上,简陋的小屋中,那女子躺在床上正接受男子的照料。 唐杰悠悠道, 如果是正着读呢,你是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受伤的。 当然了,这画画得很巧妙,他故意掩盖了伤处,给人的感觉更像是生病。 可是普通的病,可用不到生机散这类的药物啊。 唐杰手指落在壁画最下方的一处角落,在那里可以看到一小包药,没有字, 可是经常使用生机散的人绝对能看出来那是生机散。 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,却又被巧妙地隐藏了。 呵呵,所以,接下来这幅画就可以理解了。 无心鬼王指着第七幅道, 那不是他们相见,而是他们相比, 在照顾过这女人后,那将军就离开了。 没错,他做过自己想做的事就此离去, 或许在他看来,这是为了弥补当日他杀妖兽对自己的救命之恩。 唐杰笑道, 总之呢,他做过之后就离开了, 但他显然没想到,就是这段时间的照顾, 却在那姑娘心中种下了情愫。 说来也不奇怪啊, 一个中日山中埋头苦练的姑娘,情都未开, 突然之间有那么一个帅气男子为自己端茶送水, 又怎么可能不送入心中呢? 他轻叹着看向下一幅。 所以在他伤好之后,就决定找自己喜欢的男人,向他坦白。 他找到了,却没想到会见到那样的一幕。 第六幅壁画,白袍将军正接受士兵拥戴,身边搂着如花娇妻。 然后唐杰指向第五幅,叹息道。 然后他一下就疯了,他孤独一人行走在田野间,不知该如何是好。 那段时间他一定很迷茫,也很彷徨。 当然了,除此之外,还有一个作用,就是用来过度前后。 当我们从前往后看时,这幅画自然就演绎成了出门巡夫的女子。 其实却不过是一个伤心女子在荒野中闲逛罢了。 如果不是画图者别有用心,是完全不必画这画的。 说到这儿,唐杰在这第四幅。 在那之后不久,战争爆发了。 不能确定这是巧合还是阴谋。 反正就是邻国开始入侵。 那个时候,这女子突然意识到,如果男子战败,一定会遭到责罚。 到那时,他可能再也做不成将军,也没有女人愿意跟随他。 那时,这个男人不就属于自己了吗? 唐杰悠悠叹息一声。 唉,这可是个很可怕的想法呀。 因为他知道,一旦这样做,就意味着会有很多无辜死去。 可是为了自己的男人,他却又忍不住去做。 他的手指指向第三幅。 于是,他真的那么做了。 战争开始之后,他心爱的男人再上战场,浴血奋战。 但是无论他如何英勇,却最终战败。 当然了,因为那女子暗中保护,他虽败而不死。 尽管如此,他却还是受到了责罚。 唐杰将目光转向第二幅。 看这话,多美妙的误导啊。 看起来就像是在征调一样。 但其实那不是征兵令,而是削执令,是用来免除他的官职,惩处其罪的。 正因此,才使用了皇娟不匹。 等闲征兵令,怎么可能会用这种东西啊? 那飞马骑乘穿的更是皇门侍郎的服饰。 哼,这幅画所有画中的弊兵最多。 虽然以罢职令来替代征兵令,还是有许多为难的, 却还是让他想办法含糊过去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